那么为什么不会赞叹苦行呢 那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自己业障稀奇很重 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笑业障 长智慧 这个大家提起来 没有一个人不愿意的 可是主要知道 甘心过艰苦的生活 业障消得最快 消得最彻底 尤其是甘心落业过艰苦的生活 那个功德无良 功德从哪里来呢 为一切众生做榜样 这个功德就大了 你看哪一个众生 愿意吃苦呢 没有啊 人为什么会造罪业呢 就是怕苦 他想利苦的路 他们不懂得道理 也不懂得方法 正如同 这个社会 有一些青少年 我们在旁边看着苦中作落 什么叫苦中作落 找刺激 吸毒 打麻飞 他为什么 他以为这是落 那个落只是非常短暂 在那一点短暂之路 你要付出多少痛苦的代价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一说出来 大家都知道 那么大家不知道的 我们在第一声当中 念念呢 还不是习求利苦得罗吗 详尽方法 去获得 明文理 去获得 五语六成 不就是贪图这个享受 这个实在讲呢 给那个无知的年轻人 细读没有两样 能不能误得那个关键 别读一说 苦行是很重要的因素 为什么呢 人甘心情愿的 过辛苦的生活 欲望没有了 烦恼里面最严重的 爱遇 这个东西难断了 甘心情愿 过辛苦的生活 爱遇的这个习气 就淡泊了 这是好事情 所以世贞 当年在世 为我们做的事先 你再看看 这个世间 神仙 在中国 你看孔子 看孟子 你看孔子 一个学生 颜悔 这是父子常常赞叹的 颜悔是个苦行生 但是 飘饮 过最辛苦的生活 那么现在 在这个世界 少数不受动 真正修行人 在山上 不下山 住毛棚 自己在毛棚旁边 种一点青菜 热衣 热衷 热衷 哪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可是还挺长寿 挺健康的 你看这个 新加坡的许侄 今年一百零六岁 他是一百零一岁 到我这来皈依 一天吃一餐 他吃生菜 一点点饭 没有油 没有盐 没有糖 什么佐料 他都不吃 他的生菜 是用开水烫一下 就过这个日子 他过了几十年 身体非常健康 为我们做实现 听说这两天到上海去 一百零六岁 还到处跑 你看他一身 照顾二十多个老人 其实那个老人 都是七八十岁的 他自己一百零六岁 照顾这个七八十岁的老人 照顾二十多个 所以他自己告诉人 他是一百零六岁的年轻人 我们世间人 又怕这个营养不够 又怕那个营养不够 结果怎么样 结果真的都不够 为什么呢 一切发从心向神 你常常想他不够 他怎么会够 你想许哲了 这是世尊跟他这些弟子 他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够了 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他说信念是一个爱 永远爱事 这个送他是好 存好心 做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他完全做到了 如果打分数了 他真的是满分 太棒了 真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